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手握全球最先进的晶片制造工艺,为了获得台积电的宝贵产能,各大客户纷纷下了海量订单。 从苹果到辉达,再到AMD等巨头,无一例外找台积电代工晶片。 随着台积电不断推进晶片制程,技术优势也越来越明显。 尽管三星在2022年上半年最后一天率先宣布量产了300米,可是却还没有一家大型消费电子厂商下单。 据说是因为良率问题,客户并没有把订单交给三星。 反观台积电,三奈米虽然年底才确认量产,但台积电表示客户需求超出了供应量,且三奈米良率高。 这说明台积电的工艺依然是领先的,不只是三奈米,包括2025年才会量产的两奈米,也会是处于领先水准。 这位台积电赢得客户订单奠定了基础,就在11月上旬,一家日本大型公司富士通传来消息,表示将自研两奈米晶片,并委托台积电代工。 不出意外,富士通是首个确认台积电两奈米订单的客户,甚至不排除将来首发台积电两奈米晶片的可能性。 而且通过富士通的带动效应,其他所有厂商都会想找台积电代工。 台积电若获得大量的两奈米订单,可以持续巩固技术实力同时,也为接下来的1.4奈米进军。 实际上,台积电和三星均一表示在2025年量产两奈米,这代表着晶片制造工艺推进到全新的两奈米时代,已经越来越近。 不过,美国和日本都有研发两奈米的想法,就是为了试图摆脱对台积电的依赖。 11月初,美国与日本才传出打算联手建设先进半导体研发中心。 11月中旬,日本再次传来消息,有8家日企联手成立合资公司,打算造出超越两奈米的晶片技术。 据日媒共同社报道,为了实现下一代尖端晶片的国产化,即在日本生产用于超算和人工智慧AI等的下一代半导体,东京电子、丰田汽车、索尼、NTT等8家日本企业, 已携手联合设立一家新公司Rapidus,共同推进技术开发,联合与日本国外市场竞争,且未来旨在大规模生产两奈米制造技术。 目标是在2020年代后半段,即2025年至2029年实现两奈米及以下制程逻辑晶片的研发和量产,并且拥有自己的制造产线。 虽然台积电等公司都在年底开始量产三奈米制成产品,但日本工厂目前只能生产40奈米产品。 可见Rapidus的成立旨在提高日本当地的半导体制造水平。 报道称,新公司的名称Rapidus源自于拉丁语,意味快速,是由日本半导体设备巨头。 东京电子前社长东哲郎、丰田汽车、索尼、NTT等企业负责人主导设立,除上述四家公司外,NEC、软银、电装、凯霞以及三菱UFJ日链银行也将进行出资,出资额预估各为10亿日元左右。 另外,日本政府也将提供700亿日元补助。 也就是说,该合资公司初步的投资将会在780亿日元左右。 按照这些日企的设想,是希望打造超越2奈米的晶片技术, 且预计在2030年左右建成生产线,并为其他公司代工晶片。 看得出来,这8家日企的愿景是非常庞大的,一方面是打造2奈米级以下的晶片量产, 另一方面还要为其他公司提供代工服务。 而他们做这一切的目的,就是为了摆脱对台积电的依赖。 由于日美已同意将携手研发次世代晶片, 且将在今年内携手设立半导体研究中心。 目前,已知东京大学等将加入该研究中心, 且也将和欧美企业研究机关合作。 而日本前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, 之前访美确认将合作的IBM也可能将加入。 而这8家公司打造的新公司Rapidus, 将扮演把该晶片研究中心的, 研究成果和量产进行连结的角色, 藉由却历次世代晶片生产所必要的技术, 确保产能。 据了解,该项目不仅聚焦于研发和生产半导体, 还计划将培养支撑半导体产业的人才。 目前,全球尖端半导体晶片的生产依赖台湾的台积电, 但是随着地缘风险陡然攀升, 也让各国计划自行建立尖端晶片制造能力的必要性提高。 除了日本之外, 欧盟的欧洲晶片法案也定下了。 2030年实现两奈米晶片自主研发制造的目标。 但无论如何, 日企联手造两奈米的举动可以说是十分反常, 按理来说应该都像富士通一样, 负责晶片设计, 再把设计好的晶片设计案交给台积电生产, 这样可以省去很多事情。 可若是自主设计研发, 生产制造两奈米的话, 就需要耗费非常大的资金人力成本, 最终能否成功也是未知数。 不过, 日企研发两奈米有优势还是有一些的。 从设计层面来看, 实力较为突出的比如富士通, 这家公司为日本的富月超算提供了CPU核心。 但是富士通已经明确, 自研两奈米并找台积电代工, 不在此次八家日企合资造晶片的队伍中。 而索尼作为影像感测器巨头, 在特殊晶片制程、 设计研发拥有不少经验, 还有丰田、凯霞以及软银企业, 分别做汽车、 记忆体、 投资产业, 均属于晶片设计研发的外围, 可在不同维度提供支援。 从材料层面来看, 日企造两奈米晶片, 还有曝光胶等材料的优势。 日本东京硬化JSR, 信越化学这几家公司, 垄断了全球曝光胶市场, 市占比高达90%以上。 在ARF,EUV高阶曝光胶领域, 即便是台积电, 也需要从这几家企业手中进货。 尽管拥有曝光胶等技术优势, 但日企想要造两奈米, 怕是不容易。 既然如此, 想要超越台积电也会十分困难,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台积电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, 积累了大量的核心技术, 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在。 当然, 不排除一种可能, 那就是日企研发倒会受到美国大力支援。 美国与日本高层联手研发两奈米已经不是新鲜事了, 由于双方也确定了较为明确的研发计划。 合作计划主要包括, 要在今年年底建成研发中心, 主要研究两奈米晶片, 通过该研究中心建成一座生产线, 即可开始用于在2025年至2030年之间生产两奈米。 不过, 这些研究专案似乎并没有强调, 是否有日本迷营企业参与, 更像是官方之间的项目。 因此可以推测, 若日本公司掌握了两奈米核心技术, 对推进研发有很大的帮助, 有可能一同把日企的多数设计专案纳入其中。 不过, 这只是猜测, 事情也还未发展到这一步。 索尼, 凯霞, 丰田等八家日企, 除了合资造晶片, 还带有自力更生的感觉。 然而, 想在传统赛道上摆脱台积电,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最后, 八大日企联手自研两奈米, 并发展晶片代工。 别的不说, 日企如何获得能用得上的人才, 更多的EUV吐光机, 以及如何解决核心关键技术, 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。 当然, 一切还未尘埃落定, 也不能过早下结论。 只能拭目以待, 以观后效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。